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周五的美国股市都是上扬的状况 但是收盘的时候都是小幅上涨 分别是0.48% 0.1%跟0.36% 一整周分别上涨了1.18% 1.09%跟1.37% 主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工业产出 看起来已经摆脱了疫情跟冬季的疲软 直到月三月攀升到了2.7% 创下了八个月以来的新高 而美国的联储会议预计 未来几个月美国的经济增长 基本上是会加速上升 而美元美债因为殖利率走低 使得金价路德四个月以来最佳的周度表现 本周黄金的价格一口气上涨了2.03% 美元指数下跌了0.66% 美国十年期的公债殖利率也是下跌了4.33% 到现在为止市场也在考虑讨论 为什么它会突然的大幅下跌 本周我们所看到的半导体的股价 Intel下跌了5.13% 台积电的ADR仍然下跌了3.22% 在美国半导体巨头会以后 大家基本上对台积电跟对Intel 有的人相信 有的人不相信 认为台积电还是有竞争力 有的人认为Intel本身是可以的 不过Intel已经涨了很久 在本周跌幅5.14% 三星的GDR在本周上涨了0.94% 而本周对美元的汇率的部分 欧元升值了0.71% 英镑升值了0.91% 随着美元下跌 日元升值了0.79% 韩环升值了0.43% 金台币升值了0.44% 人民币升值了0.49% 而阿里巴巴被中国重罚 最终重罚答案一出来 本来它大跌了将近10%以上 最终重罚之后 它的股价反而在本周上涨了8.07% 他才觉得阿里巴巴的灾难已经结束 待会儿回到文倩的世界财经者吧